在自己的主場紐約州獲得大勝之後 商人唐洛德·川普正在希望在臨近的州繼續贏得選舉勝利 而擴大他在黨代表票數上的領先優勢 在川普尋求一路向前贏得候選人提名的時候 黨內挑戰者泰德·克勒茲正在為今年7月競爭激烈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作準備 假如無法選出獲得總統提名的人 克勒茲將會通過提升黨代表對他的忠誠度擴大自己獲得提名的可能 但作為一名來自南方的國會參議員 克勒茲需要掌握那些反對川普的選票 在東北部,俄去俄州州長卡西奇擁有地理優勢 和俄去俄州商輪的賓茲法尼亞州將會是星期二初選的重頭戲 在民主黨方面,前美國國務卿希拉尼克林頓贏得的黨代表票幾乎已經無法被超越 但白尼桑德斯參議員並沒有打算束手就及 同時,希拉尼克林頓政不斷集中火力攻擊共和黨 同時,希拉尼克林頓政不斷集中火力攻擊共和黨 星期二的初選包括了未來六個星期最多的黨代表票 美國之音記者包吻,華盛頓報導 華盛頓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這個教育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